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卢干斯克俄军总部被移为平地 这是目前乌军取得的一个新的重大的战国 俄军至少有100多名军官被炸死 另外可能还有硕目相当的士兵 这对于俄罗斯的士气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卢干斯克是在克里米亚之外 为另外一个被俄军几乎完全占领的州 过去几个月以来 自从登巴斯战役开始以来 俄军一直全力以赴地攻击卢干斯克 乌军甚有的几个城市 像北登尼茨克、利西昌斯克等等 最终占领了这些地方 但是现在俄军尝到了后果 而且外界感到惊讶的是 俄军如此愚蠢 因为海马斯火箭炮进入战场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俄军在登巴斯的指挥部 竟然没有隐蔽或者撤退 依然使用了很长时间的总部 这个总部本来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一栋办公大楼 非常坚固 是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建筑之一 可能是俄军认为 这座坚固的大楼会让乌军大炮伤害不了它 或者说不会给它造成重大的伤亡 所以俄军居然坚持驻守在这个大楼里面 而且把它作为整个罗干斯克最高设定部 结果遭到了海马斯的攻击 因为像轰击炸垮这么一栋大楼 一般的西方大炮做不到 只有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比如说一次发射六枚火箭弹 或者再有两套海马斯共同攻击 可以发射十二枚火箭炮弹 这样就能一下子把这栋大楼给摧毁 目前传出的视频显示 这个摧毁的情形非常严重 俄军死伤狼藉 而且整个大楼的建筑都是支灵破碎 欠仗的状况应该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俄军这样打下去 真的这个仗没办法打了 正如有评论家指出 说俄军如果现在赶紧宣布撤退 或者说求和 在乌克兰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也许还可挽救局面 否则的话俄军如果要是在主要的精锐部队都被消灭之后 再撤退再败退 比如说败退出卢干斯克 败退出丁尼茨克 败退出克里米亚的话 那么俄罗斯就会面临着大乱 因为俄国有一个传统 俄国人崇拜强者 崇拜野兽式的强者 比如像普京这样子会骑马 会驾驶飞机 一直是以一个克格勃猛汉的形象出现的家伙 正是俄罗斯人崇拜的对象 但是人们一旦发现普京也不过像卡扎菲那样 沃朗像萨达姆那样 龌龊 或者像齐奥赛斯库那样 到最后临死之前那种沃朗一样的 那种邋遢样的 那么俄罗斯人就会迅速的推翻普京的统治 把普京抓起来 就像这个利比亚人对待在卡扎菲一样 把他痛打把他折磨 最后呢把他给弄死 另外一个消息呢也很重要 就是欧盟商会主席呢 今天说呢 这个中国呢正在自我毁灭 欧盟这个商会主席伍德克呢 在这个中国呢 这个投资经商旅行长达三十多年 他跟中共的高层呢 始终呢都有一种密切的接触 所以说呢他对中国呢非常了解 他可以这么说 他是代表着整个欧盟27个国家 对这个商界在华投资的那么一个 总的这个就是说商会代表吧 商务代表 所以说呢他也非常了解呢 这个欧洲商人们的感受看法 他说呢他见证了中国呢 四十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危机 甚至六四他都经历过 这个SARS危机等等 但是呢他说呢所有的这个危害呢 都没有这一次这个病毒的清零政策 带来的这个危害更大 他说呢他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国家 能够实行这样自我毁灭的方式 比如说呢他说这个清零政策呢 已经使得大量的欧洲商人呢 简直就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做生意 普遍的面临亏损 而且呢这种打击呢是致命的 因为他会使得这个欧洲的这个商界呢 对中国市场呢彻底上市信心 所以说呢现在呢如果有一大批这个欧洲企业 也像美国企业日本企业那样撤退的话呢 那么呢不仅他们永远不会再回头 而且呢其他的欧洲公司呢 也会离开中国 伍德克这个主席呢还纠正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中欧贸易基本事实 他说呢事实上呢不是欧洲出口依赖中国市场 因为欧盟呢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的贸易当中是属于贸易力差 他说事实上呢恰恰相反 是中国依赖这个欧洲市场 因为如果失去了欧洲市场的话呢 那么中国制造呢就等于被切掉了一只手臂 因为这个中国商品呢实际上美国是主要的其次呢就是欧洲市场 所以说呢他认为呢这个中国如果不改变这个清零政策的话呢 那么最终呢将会失掉这个欧洲的市场 因为欧盟的企业呢或者欧盟国家呢不会长期容忍中国这样胡闹这样胡作非为 因为这会给这个这个给德国给法国给所有欧盟国家的这个商业呢带来严重的伤害 另外呢伍德克还表示呢他说呢现在中国呢最致命的问题是呢 对外国企业呢就是把外国企业当成小切来看待 他说呢这个好像呢这个中国官方的国营企业那些亏损累累那些 就是实际上处在破产经营状态的那些大型国有企业啊或者国家控股的上市企业呢 这个好像是才是中国的这个大老婆 就是说呢可以为所欲为 而这个真正能够创造利润创造产值 并且雇佣大量劳动力的欧盟企业和其他的外资企业呢 好像都是小老婆就是小切一样啊而且呢要主动配合中国的那些大企业似乎才能获得生存权 他说呢这个这种思路呢也会导致呢这个欧盟企业或者其他外国企业呢最终离开中国 因为呢他们最终发现了他们在中国没有平等的地位 而平等的地位非常重要 就像任何一个贸易谈判当中 如果说哎呀你只能作为候选者 那么商人们久而久之呢就会觉得呢这是对他们的严重的歧视 伍德克说的呢应该说是一点不错 今年呢2022年呢上半年各中国各省各直辖市的财政收支状况呢 这个表格已经出来了 就是上海呢过去呢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呢 还是中国唯一一个能够这个盈利的城市 就财政收支状况呢还是正就是正面的 但是呢现在呢就反过来了 现在就连上海都因为今年的疫情呢而成为这个一个亏损的城市 那么其他的这个企业呢 其他省份呢和直辖市的亏损更严重 我看了很多地方的那个财政呢 大概只有百分之几的满足率 比如说西涨 那就是完全靠中央财政供养 这个中国的这个财政状况呢 应该是处在过去几十年来是最严峻的时刻 而且目前看来中国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财政亏空的状况呢将会更加严重 因为中南海的这个头目们始终都不明白 现代经济它是一个整体 当你封闭上海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等于切断了所有跟上海那些公司有联系的企业的生产 所以说呢 中国采取的呢 基本上就像伍德克所说的 采取是自杀性的这个政策 这个呢是谁也挽救不了的 而且呢 由于 而且呢现在呢 实际上它已经造成了连锁反应 不要以为呢 比如说上海已经恢复了 好像正常的这个生活状况 或者经营状况 中国经济就因此能改善了 没这回事 因为事实上呢 比如说就像现在这个 这个 现在的这个限电 现在中国很多地方现在处在一种停电 比如说四川是一个大省 它现在基本上企业全部停电六天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发现它没有电可用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就比如说你这个上海电厂的 上海你这个企业呢处在停电状态 就是说分层状态 这里分层那里分层 那么供电企业它不能 它要做出规划哟 它要做出方案 它说一看 这地方也分层 那地方也分层 因此呢 它就把这个电力的这个生产供应呢 压低到一个最低的限度 甚至大量的电厂呢 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纷纷关闭停产 等待它认为有把握的时候在供电 因为它电供应出来 卖不出去 它就白白浪费了 但是呢 现在呢 到了夏天 今年呢 又中国又是历史上最热的一年 像四川各地 像中国大部分地方 高温多达四十度 而且呢 中国的气候相对来说又潮湿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居民呢 都是苦不堪言 中国现在最高的这个 夏天的温度达到四十三度 那简直让人难以容忍 美国的这个温度 稍微达到三十五度 三十六度 人们就喊酷暑 酷暑 你想想中国都是四十度啊 而且呢 美国的这个大部分地方呢 还是比较这个 空气比较干燥 比较凉爽的 自然生态状况很好 中国就不同了 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住在一起 你说在四十度 四十三度的高分下 那居民呢 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不给它空调的话 它就会热死掉的 所以说呢 现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在限电 就是给企业呢 不供电了 说你们现在没电可用了 你们现在必须停产 等到这个高分期过去 到底多久 谁也不知道 所以说呢 这也是跟这个中国的 这个亲民政策相关的 所以正如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指出的那样 中国正在进行 经济上的这个自杀 实际上就是自绝于这个世界 这也是中国这个社会的必然 其实我们回头看一看 中国历史上 不管哪个朝代灭亡之前 都是如此的疯狂 如此的愚昧愚蠢 做出令人这个简直难以置信的 这个重大的政策决定 最终的导致这个国家呢 死亡